惊喜22岁孙颖沙12字发言惹怒赞 有望超越张一宁刘过梁欣喜 大家好我是宾格 欢迎观看宾格聊球 德班士宾赛对于我们的国拼队伍来说是非常的重要 从我们的国拼队伍提前一周抵达训练赛场就可以看到 国拼教练组的重视程度 那么除此以外对于国拼女队来说是竞争激烈 特别是李梦渴望在这一次的女单冠军到手之后 完成职业大满贯的梦想 而对于孙颖沙来说近两年的易军突起成绩优秀 却一直没有拿到一个有含金量的女单冠军来证明自己的实力 所以这次也是拼尽全力想要拿到女单冠军 特别是我们看到在最终的决赛 孙颖沙和陈梦站到了对决的两边 也可以看到他们的决心 最终孙颖沙成为世拼赛历史上首位00后的女单冠军 职业生涯完成了一次重大的突破 而她也终于可以开启像张一宁那样大满贯选手的梦想了 但孙颖沙却被认为是非常有望超越张一宁的 不光是实力水平方面 而是孙颖沙现在已经明显有了大奖风度 除了竞争水平的提升 还体现在她的大局观责任感上 她还有劳模的称号 正是这种积极的心态 也让多线作战的孙颖沙有非常出色的发挥 但对未来她还是有非常清醒的意识 赛后22岁的孙颖沙12次发言惹来了陆赞 她说下了领奖台 一切又重新开始 我们也期待孙颖沙能够在之后取得更大的进步 刘国梁对此也是非常的欣喜 我们也期待我们的国拼新一代大魔王出现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